操作过程将会使用的是这间公司 叫做Hurricane Electric Internet Services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tunnel的服务 而且是免费 这边有免费DNS 免费的tunnel broker 它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服务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登入 就是我们用账号登入到这个网站上 它的全名叫Hurricane Electric Internet Services 它所提供的tunnel的另外一端 有近的香港、新加坡、东京 它也会拿到欧洲的某些地方 它可以让你去选择 你的tunnel的另外一端 是从什么地方出来 那他们最近建立的是在加州的一个 Fremont的一个新的主机 所以他都会推荐你使用加州的 连接的数量比较少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只要选择在这边选择你的固定IP位置 然后从这个地方选择 你的另外一端的tunnel是谁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 你所使用的IPv6位置的两端 你看清楚哦 现在在这个地方是 我们另外一间分校的固定IP位置 我们等一下用的不是这个位置 但我们使用的另外一端 server IPv4 address的两端 另外一端就是远端的加州的位置 它顺便跟你说 你在我们这一端的固定IPv4位置上 设上一个2001 470 EF04 413 冒号冒号2 的64个bit的直网的部分 这个冒号冒号的意思是 它这个栏位全部都是零水省略的意思 我们需要在我们自己的主机上 建立一个tunnel 就是通道 而这个通道呢 可以让你设定本地的IPv6位置 连接到对方远端的IPv6位置 就是这样 我端 我这边这一端 跟他那边那一端 接着它提供你 可以使用的名称伺服器 是IPv4跟V6的名称伺服器 接着这个地方就是重点 你看哦 Routed IPv6 prefix 它指定的是 由它负责进行路由 也就是它负责 把IPv6位置开头为 2001 470 EF05 413的 64个位远直网的封包 透过杂道丢过来 给我们它负责的部分 好 如果你需要48个位远长度的 请你自己按 按了就有 那我们比较客气 我们也只有一个网络可以设 所以我们并没有去特别的 按48 等一下我们使用的是64 所以操作的过程 等一下会有一个命令稿 把这些指令变成命令稿的内容 就可以了 你跑一个命令稿 所有事情一次做完 2001 470 813F 是它的48个bit的直网 那这样子一下来 它负责 它的路由器负责 把IP封包 V6风包 目的地位置是2001 470 813F的网络的风包 打给我 它就负责在这边 那我呢 在这个地方当中的路由器 去设定直网 分别达到不同的地方 那好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我们实际操作的状况 我打开浏览器 我在这个网站上已经有申请账号 要不然你可以在这边去申请一个账号 申请账号不需要钱 也没有 只要写个电子 有电地址就没事了 那在全世界的IPv4跟V6的 这个风包的 Transit 我们在右边这边选 这边有一个 Free IPv6 Tunnel Broker 进到这个地方来 你可以在这边登录 OK 进去了 我进来以后 我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从 我建立一个Regular Tunnel 左边 好 现在它辨识 它Identify 我的 IPv4位置是两两洞 13377195 IPv4 Endpoint Your sign If you're trying to reclaim a tunnel Simply use your last IPv4 address here If you have any issue 有问题 请跟它联络 那我这里呢 IPv4 Endpoint 这不用指定 在这边所写的 所选的是 我将要用 IPv4的 Tunnel的另外一端 是什么地方 这边有北美 那如果我选比较近的 像香港 我可以选香港 我可以选新加坡 这都无所谓 那如果它推荐我使用北美这个 那我就直接用它 它的IPv4位置将会是 6462134130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没有意见 我可以create a tunnel No IPv4 它说我这一端 One of five tunnel configure You already have a tunnel to this IP 针对这个IP 你已经有个Tunnel了 然后呢 它说我针对这个IP 已经有个Tunnel 因为之前在讲别的地方的时候 已经有做过这个事情 那我就把我的Tunnel做出来 Main page 好 我应该有一个这边的Tunnel 在这边 好 这是我的设定 这是我上次的设定 回到我的主网页 可以看到这个设定 好 这个地方 我之前做过设定 你可以用刚刚 你可以回去 自己用刚刚那个功能 建立一个新的Tunnel 那它就会帮你记得 我上次做Tunnel的时间是 6月17号 然后呢 要不要删掉它 我现在不用删 我现在的IP位置是 2013377195 这一样没有问题 伺服器IP是 远端是这样 725210474 在这个地方定义出 好 它的远端的IPV6是这个 2001 470 EF04687 1 我是2 好 那么它提供我 2001 470 20 猫猫2 猫猫2 表示后面 1234 第四个栏位 到最后栏位 中间都是零的意思 那它的IPV6 这是名称伺服器的部分 然后呢 我并没有要指定 48bit的直网 我只使用 64bit的直网 我可以分配给 内网使用的 64bit的直网 是网络位置是 2001 470 EF05 687 后面 骂号骂号 就是后面 位置定 它只是个网络位置 那好了 我们已经有了 这样的设定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边 看到一个 叫做 Example Configuration 这个是 它帮助你 在你不同的 作业系统上 告诉你 你怎么去设定 你的 那个Tunnel 我们选择Linus Route 2 它立刻 按照 我们的每个栏位的内容 产生一个 一连串的指令 你可以把它做到 命令稿上 而这边的内容 其中第一条 我们不需要做 原因是 我们的核心 已经载入了 IPv6的位置 这里 所以我们投回来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IPA IPA IPA在这个地方 BR0 目前这是对内网的 我们对外网的是PPP0 等一下我们要设定的 IPv6位置 将会是 这个PPP0的外网的部分 那我在我的管理员 这边的加目录 有一个BIM目录 里面 就订了一个 专门针对IPv6建议的命令稿 那我现在假装什么都没有 我把这个命令稿杀掉 IPv6.sh 删除 我重做一次给你看 我这边开一个VI IPv6.sh 它是一个空白的档案 命令稿的开头 是警号 惊叹号 bin bash 然后底下 底下你该怎么做呢 这样走 拉回来 你到这里 把这里的内容全部抠起来 然后拉回你的终端机 把你东西贴上去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哦 IPtunnel add 增加一个tunnel tunnel的名字叫做 HEIPv6 可以自己改 你爱改什么改什么 然后呢 它的模式是SIT SIT指的就是 在IPv4的网路内 传送IPv6的风暴的tunnel 远端的位置 是对方的位置 本地端位置 就是我现在的IP位置 它的TTL预设255 建立tunnel 以后 IP link set 把tunnel启动 建立的不代表启动 建立的把它启动up IP link set up 然后呢 IP address add 在这个tunnel上面 增加自己的本机的位置 这是IPv6的2 就是我本机的位置 并且增加IPv6的预设闸道 将预设闸道 所有IPv6的位置 从这个HEIPv6上面 加个路由 接着IPv5 列出 这最后个动作 是帮助你了解 设定之后的结果 列出所有网卡的IPv6的位置 这里 现在有一个 IPv6.sh 黑色的 如果我要让它变成可以执行 知道 点sh 这里 你看到 这边变成绿色的 然后呢 执行它 点线线 v6.sh 一跑 最后的结果告诉你 Low EaseNet 18 BR0 BR0这边 这边还是Link Local Address 但是从这个闸道上 这个通道 Tunnel上 已经建立了 INX6-2001-470-1F04-687-2的Global IP Address 有了这个位置 我就可以PIN PIN IP位置 V6 请你用PIN6 这个位置是谁 这是中华电信的 IPv6 的 名称伺服器 你看到它有回应 我们已经透过这个Tunnel 从我的 伺服器上 拿到IPv6位置了 我已经可以通了 如果我更进一步的要去做个测试的话 我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比如说 我可以看看 名称是否可以解析 PIN6 IP是通了 这是名称解析 Facebook 在IPv6上面的机房 你可以看到 连回台湾的时间是276毫秒 从美国那边连回 连到美国的IPv6的Facebook伺服器 OK 再看 这个时候 我当然可以选择 看看 1.1.1 IPv6.highnan.net 这是 HiNet IPv6的 伺服器 这是网页的伺服器 我的名称伺服器在哪里 word 你看名称伺服器 etc 我主要的使用的是 HINET的名称伺服器 那我可不可以改成 HINET IPv6的名称伺服器 可以的 在这边加一行 这就是IPv6位置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 我的Firefast可能被我改过了 因为我们之前 有针对Firefast在IPv6的 DNS搜寻的时候 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在这边改变一下 Firefast的主态 这个主态很有趣 直接进入Firefast的设定 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设定项目 我们寻找IPv6的设定项目 我们有一个设定值 我们之前把它关掉了 注意看 这个项目叫做 Network DNS关闭IPv6设为True 也就是我的浏览器 上网时已经不使用 IPv6位置 因为我们在某些学校 用Firefast上网会觉得慢 原因是因为 Firefast上网时 会优先使用IPv6 而不是使用IPv4 它是年轻IPv6 找不到才会用IPv4 我现在切换改为False False的意思是 不关闭IPv6 如果成立就是什么 关闭IPv6 寻找DNS是 先寻找IPv6 再寻找IPv4 我这边OK 你看我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OK 你看这样就上来了 我们再打同样的网址 再看一次 所以我们这边还顺便谈到了 我们怎么去 在Firefast里面 进行IPv6的一个 DNS搜寻的主台 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 可以通过Firefast 连上了IPv6的网络 接下来 鲑 我 感谢观看